大家好,我是主播琪琪,欢迎大家来到大波琪娱乐频道,您的订阅是琪琪的动力源泉,不要忘记担机小铃铛,这样您就会及时收到琪琪的更新信息,谢谢大家。 琪琪年自从开播后热度不断,不管是剧情还是平台的播出风式,但是至少琪琪年在口碑上赚得满盆栽,琪琪年现在已经完结了,网友都纷纷期待第二季什么时候开拍,还是不是原班人马呢? 在最近的采访中,张若云也对此做出了回应,琪琪年第二季还是原班人马,相比要回更加精彩,不过琪琪年第二季的播出方式引起网友们的热议,大家都知道,琪琪年是一部网剧,只能在视频平台上播放,但是琪琪年第一季播出方式闹出不少事,首先是50块钱提前看完全集, 之后盗版链接满天飞,很多网友没有掏50块钱都已经看完的剧情,再者对一些VIP用户提出额外收费的方式引起用户的不满,花钱出会员就变得不重要了,竟于年第二季还是网剧,不能交给卫视播放,但是交给视频平台可能又会发生提前曝光盗版链接,有些网友支持,交给卫视播放, 但是这是不可能了,如果从视频平台播放,那提前点播的方式不可能再有了,要不然盗版又是满天飞,大家对这部剧非常的喜欢,但是也不愿意再花钱购买,不过主要视频平台不再耍花招,老老实实按照以往的方式播出, 以这部剧演员们的表现,相信回报会更多的,毕竟大家都不是傻子,没有那么多的冤大头,让你在静于年第二季会接着第一季,然而在第一季中,范贤被原冰凌赐死,主角死了很多人,都觉得是这是一出戏,张若霖会在第二季继续出演范贤, 并且已经签约要拍第三季,其他演员也基本上都会出演第二季,静于年堪称今年网剧中最火的一部了,国家一级演员加上当红小生,这么强大的阵容并不是一部垃圾, 这也是网友感到网剧,也能比电视剧好看,国家一级演员们给艺人打各样,现在优质内容的作品太少了,网友不再愿给流量明星买单了,娱乐圈也进入了寒冬期,很多明星都很长时间没有拍戏了,只有这些有演技有实力的演员才是大家喜欢的,也是作为艺人最好的一条出路。 谢谢您的观赏,如果您喜欢琪琪的大波琪娱乐频道,请您订阅吧,不要忘了单击小铃铛呀,这样您就可以及时收到大波琪娱乐的更新了,一定要记住,订阅琪琪呀。